这球是有点准备的 出场比较冲 给的很快 给到了刘淑月 但这个球是被篮回 这有点接着打的 刘淑月是一名左手将 在报名中 刘淑月报名的位置是二传 他是02年出生 身高1米85 这边一团到位 刻一个快攻 被篮回 高益将球篮中 这边 广东队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开局上海队抓的还是非常的紧的 有什么紧张的 广东队的确是在复攻线上的高度 并不是很高 但相比来说 上海队 实力还是比较强硬的 而且他们 一个打整体的队伍 看连也是比较形式的 这场比赛对于广东队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上海队 一二九 暂停结束 比赛继续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比4 上海女排领先 刚才的那个球 高益是罩得死死的担任篮王 比赛继续 一传到位 给赛继续 清掉 北方起 上海队无功过往 给了个前驱 再被拦回 这个球的确是上得太上网了 二传也不太好处理 这球保护还是 需要做得更到位一些 张宇浅发球 好球 发了个前驱 广东女排落后五分 广东女排落后五分 一闪到位 给二位 又被拦到了 广东队现在的战术组织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方的拉网口 网口也是具有一些优势的 对于攻守来说 手上的变化还是要再多一些 拉了前驱 水利瑶 水面还有 给二号位 一个清调 被防起 再给四号位 直线被防起 给利瑶 打了一条长线 还是打手出界 广东女排在第二阶段呢 是一比三输给了河南女排 零比三不敌深圳女排 状态比较低迷 还是相较于第一阶段来说 有比较大的起伏 现在是李贵荣发球 上半到位 给四号位强攻 好球 一个平打的打手出界 中会将球扣中 这个球处理的还是非常的成熟的 欧阳西西发球 还是找前面的 发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找前排的主攻点 这个球也是一船接得太上网 给送了一个探头 高益在往前的身高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他有一米九三 划一个前驱 再一次的揭发球失误 现在场场比分来到了2比10 上海女排领先8分 给丽瑶好球 一个打手的变线落在在场地内 切了一条小斜线啊 手腕拐的还是非常漂亮 现在发球的是刘淑月 一场半到位 一场半到位 好球 这个丽瑶被防启 一场半到位 好球 这个丽瑶被防启 给后排拉尔森 拉尔森的处理 再给丽瑶 轻调 被防启 再给仲慧 仲慧也是个轻调 再次调整给丽瑶 这个球是处理到了界外 我们可以听到主教练 主教练冯丽还是比较激动的 可以听到他在场下的指挥的声音 这个时候是众会的发球失误 现在是丽瑶发球 他就还是比较有冲击性的 冲击了上海女排的一公 这球也是一串没有垫到位 二场也不太好处理 还是失误了 好球 拉尔森将球扣中 这个还是拉尔森的个人能力 现在是高益发球 高益是98年出生 他是从八一女排转会来的 好球一个探头 十一号张嘉欣 张嘉欣也是一名00后的小将 现在是场上比分是12比6 上海队仍然有限6分 两点 两点 这球也是发到了界外 这球也是发到了界外 现在上海队这边是前排三点攻 二传徐晓婷发球 好球 好球半道位给王亦凡 被防起给拉尔森 好球一条小斜线 切得很快 好球 由于今年联赛的外援政策 金软锦和拉尔森呢 都是一直是交替着上场的 没关系 没关系 还是追发最后人 这边 裁判也是吹了一个过往击球 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15比6 广东 广东女排这边也是交了第二次站起来 这种不到位的 已经没有掩护了 把他串门了 他们都进过 他打不了啊 都是前排的 要动的 动脚把他串门 就说一定要干什么 一定要胜吃 要不就球都不出来 发球炸弹发你的 拼发球 大胆的劲 没有把握的局高了 没有掩护都把他串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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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结束 比赛继续 广东女排的教练冯丽 也是嘱托队员们 要大胆地打 还是发自由人 送了一个探头 来 拉尔森将球扣纵 现在分差拉致到了10分 这边也是换上了一个自由人 一个快球 可以防起 再给拉尔森 一个轻拍 防起给后排 利尔 好球 这球是靠凭借着利尔的后排进攻 让他扩中 利尔 他主攻坚硬 位置都能打 经过国家队的历练呢 他打得更加的自信果感 成为了广东队的防守攻防的核心 好球 好球 这个球 是一个明显的界外球 这边还是犹豫了一下 打到了手上 站起来 站起来 这个球是两个二传和张玉倩之间的配合 没有配好一个自身的失误 听调 没有调过去 这边还有 拉尔森听调 这边裁判是吹了广东女排这边的蓝网 凤网 那是广东女排这边自身的失误 的确是蓝网的时候很明显的一个压网的动作 这边还有 给复工好球 李桂荣配了个快球 张球扣重 这轮也是广东女排的一个大反轮 偷了一个中间线 李桂荣也是一个02年的小将 在前不久结束的女排全景赛中 最佳蓝网单榜上是排名第二 蓝网得分是24分 看他在哪个进步的 错了一个位置 中卫 中卫 他不得了吗 我没得了 自己的东卫 中卫 到这边 现在场角比分是18比10 上海女排领先8分 张玉倩发球 樱藤到位 给了后排 保护器还有 这边也是配了个短评6号高益 变回扣重 上一队打球还是非常的快的 一条斜线 一条拐手线 到了前驱 好球 这个球是让了一下 篮网将球弹的还是躺起的非常高的 这个球还是可以起来的 有点可惜 一个人发球 到位 这个交叉 立瑶 起先被防起 这个球起得比较近往 这边 这边 起来到位 还有一个快球 上一队这边也是请求了换人 两点换三点 换上了小将王英迪和二船陈方林 陈方林也是两千年出生 一伤到位 给丽瑶一个轻调 这边也是环了一个轻调 好球 王英迪作为一名05年的小将 他打球的阅读比赛的能力还是比较厉害的 刚上场他也是没有一味的发力 而是先通过调球来调动自己 我们发了一个前驱 给丽瑶打了一小学线被防起 给了二三 好球 哦 这是仲慧 打了一个直线的长线球 小心 有扣重 这个手腕戴得很快 确实也是打到了蓝王队员的手 感觉球有一点点的低 但是下手的速度非常的快 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22比12 上海女排领先10分 一个发球得分也是发到了前驱 一船的波动对于广东女排来说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好球 一个打手出界 5号刘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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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分差仍然是10分 现在分差仍然是10分 一场到位 有了王阴迪 一条小学线 一条小学线 好球 这条线切得非常的快 也是看到蓝王 副攻的蓝王队员没有及时的并上来 打了一条小学线 现在场上比分是24比13 上海女排 上海女排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一船到位 配了一个短平 给房起 这边给拉尔森 好球打了一个中间线的长线 落在了底线前一点 这边也是凭借着拉尔森最后一球的得分 王阴 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双方进入状态都比较快 节奏打的 节奏打的也很快 上海女排这边 第一局蓝王得分比较出色 开局就有好几个蓝王得分 八球得分也是略领先于广东女排 这边开局第一分也是上海女排 率先拿到了第二局的第一分 也是一个蓝王得分 这边也是裁判判了打手出界 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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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哦 再打哦 一条大斜线 也是打到了蓝王队员的手 一场半到位 给二号喂 好球 也是凭借着王裔帆的强攻 广东女排拿到了第二局的第一分 好球 这个球也是想发一个底线球啊 但还是出界了 一传到位 这个球也是被拦回 广东队也是换上了04年的小将 复工黄碧衔 是黄碧衔搭配黎桂荣 在第二局首发 复衔到位 做了一个斜线 仲慧是97年出生 身高不是很高 是1米81 但是他的扣球的速度和力量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他之前也是在云南女排有过一定的历练 比较好位 好球 欧阳西西将球扣中 这球抢的也是非常的快的 现在场上比分是2比6 上海队领先4分 到了一个前驱被防起 保护器还有 再有力摇 一个打手的变线落在了中间的心 我还还还要 高护器 我还要 我还要 比较好 旨线落在了 买 我一直在 你一直在 咱们 替我 我 我一直在 还要 这个是仲慧的一个后排功 发了一个前曲球 给丽瑶一个清调 被躺起还有 这球也是 仲慧也是想打一个后场球的 但是这球还是打到了界外 现在场上比分是7比4 上海女排领先3分 丽瑶发球 丽瑶到位 5块球高一将球扣重 也是扣了一个长线球 广东队前排的三日篮网 没有起到一定的效果 中瑞的跳发 一个调整球 比拉尔森 好球 一条直线 也是拉尔森的个人能力 这边也是广东队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我的遗传呢 我的球 要接好啊 没个球 这从全是太久没发过来了 开口伸手太慢了 扣球的实现 我都跟你说了 先把遗传接好了 你可放弃进攻啊 别人来一样的 你这一笑话 你早点喊他就明白了 明白不 明白 明白 赶快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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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队的教练也是非常的激动 嘱托队员们说 仍然还是要把遗传做到位 遗传到位 给王亦凡 马尔森 你看小新鲜被防起 再给王亦凡 被拦回 对球也是没有保护起 大胆的船 不要怕 不要 今天广东队的二船 也是一名04年的小将 非常的年轻 张科欣 一船到位 赶了个快球 被篮回 11号张嘉欣 被拉尔森 招得很严实 这个球 张嘉欣 01年出生 身高1米82 作为副工 也是往上优势 要欠缺一些 门口的争夺 还有给王亦凡 再次被拦 这边是一个挑战 广东队的挑战 挑战的内容是上海队在扣球的时候的碰网 篮网式的碰网 这个球确实看得非常明显 并没有碰网 而且篮网的起跳时机和手上的动作都非常的漂亮 现在场上比分是12比4 上海女排 明天8分 这边是众慧发球 一船到位 再给王亦凡 好球 一个打手出界 这个球打得非常聪明 一个平打 王亦凡也是今年联赛中比较亮眼的一个新星 05年出生 身高1米88 他主接六轮一船 同时进攻 成功率依然是不错的 这球要打得非常快 好球 高1的快球 这球打得非常的快 进攻节奏也是非常的快 下手也很快 踢球 一个利耀的听调 非常的聪明 后排的一个调球 现在是刘淑岳发球 也是想发一个底线 但是球出界了 第二局 广东队这边的自身失误 还是比较多的 一个探头球 张宇倩将球扣中 今天在第一局中 广东队就已经 比较多的将球电上网 送了好几个探头球 这球是一个发球失误 现在场上比分是15比6 上海女排领先 15比7 王一凡发球 半到位给拉尔森 被拦回保护棋 这个球 也是拉尔森直接扣到了 男王手 扣到了 李贵荣的手上 第一轮 第二局第一轮 王一凡发球 就有一个发球失误 第二轮也是想发底线 然后这球还是出界了 现在是拉尔森发球 发了个前驱 送了个探头 探头扣到了后场 广东队再次请求了暂停 从第一局到第二局 上海队的发球 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的 一直在追发前排的主攻 或者是发前驱的金球 你们很多的时候都太快了 慢一点 特别反击的时候 人要告他 大伙都来得及 要看他跑动 来玩一定要对着他 好好好 一二哥 暂停结束 比赛继续 这种球的确还是要处理的 带细致一些 李瑶 好球 这个球是李瑶的 自己接自己扣 转换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广东队也是换上了副工张凤妹 张凤妹是97年出生 往后的经验也是稍微丰富一些 一个短评的失误 没有 这个球 张雨倩感觉是上的慢了一些 一个人发球 一传到位 有一块球 扣了一条长线 这个球也是没有接起来 达到了篮王手 一条长线 现在场上比分是18比10 上海女排是领先8分 又是个前驱球 好球 王亦凡的后排进攻 一个破坏性篮王啊 达到了篮王队员的手 的变现 好球 这个接 这个 防守虽然是起球了 但是接应队员会 球速确实也很快 接应队员也是没有意识到 这个球应该复工 篮王往后的一个接应 这边上海队员也是无功过往 广东队机会 给仲慧一个 再给一个后排 再给一个后排 北防齐 给拉尔森 再给汪亦凡 中慧 北篮回 再给中慧 好球 这个球确实来回球很多啊 也是双方仲慧连续的三板球 中间有拉尔森的一板球 对于仲慧往上的中卷能力 二传也是非常的信任的 给临队 给防齐 给仲慧 好球 再次扣球得分 也是一个破坏性篮网 现在上海队已经领先了10分 手腕戴的一下也是非常漂亮 往小斜线 往小斜线 拐了一下 好了前场 好球 张凤妹的被飞 扣了一条直线 将球扣中 这个球也是打得 是非常的果断的 其实仲慧在 单人篮网的时候 已经跟得非常紧了 但是张凤妹 仍然是果断的下手 把女排的蜈蚣 可能被机会球 再配一个被飞 被防起 被仲慧 一条小斜线 扣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球是直接打到了 王亦凡的胳膊上 但是球飞上了王 前排的啊 有效位 这球被拦回 确实是拦到了界内 想拐一条直线 但二川徐晓婷 她的拦网动作 也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一伤不到位 调整给四号位 这个调整球 也是扣了一条大斜线 但是线路还是太长了 现在上海队是24比12 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这边王亦凡的一个调球 这边王亦凡的一个调球 这球有一些近往 王亦凡抢的还是非常快的 调球的时候手抹了一下 亦凡到位 好球 高亦的一个快攻 这样凭借高亦的最后一个快攻求得 想给力要 要叫他跑快的往后跑 这样把他救命的网子利用起来 你往后面欠扯了 他的后排才能一对一样 怎么能把高个的欠扯 战停结束 比赛继续 冯磊教练也是在嘱托二船 要将场上的进攻点来合理的组织起来 利用往常 赛续前发球 前驱 给了一个后排 一个青挫被防起 欧阳希希一个斜线被防起 再给力摇 中间线也是被防起 中慧的一条斜线 结束了这个球 中慧手上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多 这球打得也很坚决 这个青挫 这边的机会球 还有给高益好球 本场比赛高益也是 所有队员中的一个最高点 的确他的点还是非常高的 下手也非常的快 广东队这边也是请求了换人 换上了19号 19号 王琪 这边一个配合的失误 李桂荣和刘淑月 并没有配合好 广东队也卡龙 也是被蓝王得分 现在场场比分是10比1 的确广东队要做出一些改变 广口进攻端可以打得更大胆一些 后排 再一次被拦回 这个球是拦到了后场 二传也是一直在给王亦凡 是李瑶在接发球 这边也是张玉倩在追发李瑶 李瑶自己接自己扣 掉了一个长线被防止 这边也是抓了一个篮网 欧阳熙熙的阿哈卫扣球被拦回 这边也是换上了张科兴 这个球李桂荣的篮网 并起来的那个手做得还是非常的到位 欧阳熙熙的扣球再次被拉 回 拦到位 给力瑶 又是个篮网得分 广东队在小球串联方面保护的意识 还是要做得更细腻一些 这段时间直接扣球的 直接被拦回的球会比较多 好球 这个球下手很快啊 王琪 王琪是03年出生 身高1米83 也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小将 这是他刚换场的第一次扣球 下手很快 也是造成了对方的污果 好球 一个界内球 压着底线 确实年轻队员在场上还是要更矿的开一些 王琪的联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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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球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 给力瑶 好 拐了一条线 但是这条线出戒了 这球比较集中 还是球没有手没有带下来 现在场上比分是13比5 上野队领先 保护器还有 好球 互动过往 上海这边机会 一个快球 好球 广东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每个字都要认真地把它弄好 你再来清楚 否则你心里没有底 你大胆地说 把球比较越好 一定要 小几里面一定要平快 小几里面一定要往后跑 方便往后跑 明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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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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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结束 比赛继续 今天上海女排在各个 各个环节做的还是非常的细腻 也很稳定的 而广东队这边起伏确实会稍微大一些 张凤妹一个被飞将球扣中 打了一条小斜线 打了一条小斜线 V要发球 这边也是个被飞 反正那个被飞啊高一 这边上海队也是换上了七号秦思雨 换下了二号张玉倩 王一凡的强攻 过渡一板 再给王一凡 被防起 二三清掉 好球 好球 二三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的 他对于比赛的 阅读 以及对场面的掌控 事业也是非常的开阔啊 这个球也是吊在了对方的心里 一传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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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球有一些集中 也是被直接拦了下来 这种集中的球 对于上海女排的篮网来说 确实是比较好卡位和找球点的 一传到位 一传到位 再给王一凡 好球 这个球就下手非常的快 也是从两个篮网队员的手中间扣了过去 现在是张凤妹发球 双方的分差现在也是有十分 看投球被拦回 一个清掉 起得有些静瓦 这个球的确是 在防守的时候 动作可以更细腻一些 对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17 上海女排领先 上半到位 给他23 好球 中间线的 压底 一个长线啊 从两个篮网队员的手中间 对面的副弓 确实没有来得及 并起来 发球的直接得分 上海队也是换上了王英迪 换下了欧阳兮兮 徐晓婷发球 追发了自由人 好球一个打手出界 好球 半到位给拉尔森 好球 好球 拉尔森的个人能力 真的是非常的突出 这个球 确实也是从两个 篮网队员的手中间 穿了过来 这个球也是 但是复材也是看到了 广东女排这边的碰网 吹了上海女排的得分 我刚刚出现了 王琪也是表示自己并没有出往 广东队也是请求了挑战 这个球的确是王英迪在篮网的时候 然后碰到了网 挑战成功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20 上海女排是领先了10分 然后网一反发球 好球 王英迪下手也是非常的坚决 王英迪和上海女排的王英迪和广东女排的王亦凡 当然都是05年出生 在今年联赛中 这两名小将表现都也是非常的亮眼 这边起球 挑战给仲慧 李扬 大兴也被防起 再给仲慧 给一个调球 这个球有些近往 这个调整球的确是直接调到了对面 广东女排这球在往上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 直接将球拦过去 小将王琪在第三局换上场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敢打 好球 高一的快攻 王英迪发球 半导位给丽娅 打手的出界 打手的出界 好球 这个球确实拉开的比较多 李扬也是凭借着经验 直接将球扣到了篮王手 造成了打神出界 这个发球的质量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这个确实是给仲慧一个空王 这球速度也很快 二传 二传 徐晓婷这个球也拉得非常的快 造成了对方广东队的二传 在自己拦往位置上的一个失位 给李扬 给李扬 黄起 给后爬 好球 王英迪再次将球扣中 刚才张克星的失误也是使得 教练换上了刘淑月 现在上海女排拿到了本局 本场比赛的赛点 这边还有 再一个被飞 被防起 这个球裁判是吹了上海女排这边 调整球的一个二次 李扬发球 扳到位 给了二三 这边 这个底线裁判是 给了界外 一球确实打的线路比较长 三阳篮网 现在场上比分是14比24 还有两次 一球 二三的清掉 这也是一个二次球 这样最后一局 上海女排是 上海女排 感谢观看